我們的訊息是在末世教會侍奉的重要性 因為現在是很接近末世的時候 而我們侍奉很重要的就是教會一起合作 即是單獨一個人侍奉和集體侍奉是不同的 而我們是很接近在末後日子的時間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疫情真的很久都沒有除去 在2019年到現在有兩年多了 很多地方數目仍然很高而且傳播得很快 右邊我們還有圖就是經濟上影響全世界很大 另外就是戰爭和基督徒受迫迫 網絡的戰爭和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生化的武器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在末後的日子 在耶穌所說的戰爭、飢荒、瘟疫、擾亂 這些都是一直發生的 而這個世界是可以在大戰爭的邊緣 因為很多時候競爭經濟、資源和擴張地土 所以不同的國家都在競爭著 還有很多恐怖活動和網絡的戰爭 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核武和生化武器 這些都是在這個世代的一些威脅 以下幾張照片就是我在網上搜尋 找到原來在這個時代很多的政變 而很多這些是軍人發動的政變 並且這些政變的後果大部分都變得獨裁的管理 由1970年到現在是有37次的政變 你想想 這麼多國家都有發生政變 對於這個世界的人他們的安全和自由 尤其是自由去敬拜是影響很大的 有很多地方有政變之後 人是再沒有機會去自由敬拜的 這些都是告訴我們這個末後的日子快到了 聖經講到我們每一個人侍奉的重要性 耶穌又講到這個綿羊山羊的比喻 當耶穌降臨的時候 屬於他的人綿羊就在他右邊 山羊就在左邊 馬太二十五章四十節那裡 黃耀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 這些事你既做在我 即使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就是說當他幫助耶穌基督的弟兄的時候 然後就是做在耶穌的身上 然後另外一些人就是山羊 山羊這些事你沒有做在我 者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 這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而那些異人就往永生裡去 讓我們看到 就是基督徒的侍奉並不是一個選項來的 即不是任我們決定我們去不去侍奉 而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去侍奉 也都是上帝將來是會要我們交仗的 而那些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那麼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什麼意思呢 譬如去堅固他們的信心 去鼓勵他們 幫他們靈命更生 和他們一起去侍奉 也都當然包括 向不信的人去傳呼音 帶領他們能夠成為主的羊 那麼凡是做在主的羊身上 即是無論向不信的人 傳呼音帶領他們去信耶穌 或者已經信了的 堅固他們的信心 這些人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這些人就得到永生 而那些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他們就是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他們是進入永營的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不是靠侍奉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是耶穌的恩典得救 是本乎因直著信 是耶穌的恩典叫我們得救 耶穌為我們釘死十字架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叫我們得救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但是得救之後 神的同坐在我們生命之中 就會改變我們 更生我們 賜給我們動力去關心人 去拯救人 並且去堅固基督徒 和那些基督徒一起去侍奉 這就是有耶穌的人 他們有聖靈在心中居住 會有的果子 如果他信耶穌 但是沒有改變的時候 即是說他的信心是死的 他是不得救的 五性的有不同的地方 都說到信耶穌的人 必定是有果子的 譬如說 凡稱呼我主下主下的人 不能都盡天國 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盡去的 遵從神的才能夠盡去 尚在耶穌裏面的 這個人才會結果子 不尚在耶穌裏面 事奉神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這不是我們選擇的 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 但我們不應該在一種壓力之下去做 不是說 很慘很慘 我一定要做 而是說 我做是耶穌歡喜的 就是歡歡喜喜的心去事奉 所以事奉並不是一個選擇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 我們的動力 即是我們信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 的動力在哪裡來呢 動力就是四樣東西 就是耶穌很愛我們 第二 我們是很寶貴的 第三 而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事奉神 都一定蒙福 神一定喜歡的 神為愛祂的人 所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 是很多恩典的 所以我們遵從神 事奉神是極美好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沒有親近神犯罪 或者沒有遵從神 沒有事奉神 就必然有破壞性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 和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即是說 原來基督徒 當我們聽耶穌說 遵從神 福事神 是蒙福的 這就是我們的動力 如果不遵從神 不事奉神的時候 是會帶來破壞性的 我們是神的恩典 推動我們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歡喜 神就將很多恩典 傾倒在我們身上 我們整個人 就會得望神的祝福 整個人又會得開心 有心靈有果子 有永恆的賞賜 這就是神給我們的鼓勵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動力 去侍奉我們的神 教會的侍奉有這些重要性 第一 就是神設立教會 和體重教會 耶穌很體重教會 在馬太十六章 說到耶穌和彼得說 我要將這個教會 建造在這個盆石上 陰間的權勢 不能夠勝過它 就是說到耶穌很體重教會 第二 就是神喜悅人一起侍奉 來建立教會 神喜悅我們 不是單獨去侍奉 我們侍奉的時候 能夠集體一起侍奉 當然基督徒 都是應該單獨侍奉的 我們在家 在我們認識的人 我們可以單獨去侍奉 但也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集體一起侍奉 這是神所起業的 第三 在教會侍奉的時候 可以給一些學習和教導 即是在教會侍奉的益處 就是我們互相學習 和可以互相教導 如何侍奉得更加好 第四 在教會侍奉裡 可以互相支持鼓勵 就是我們可以互相鼓勵對方 你做得很好 神可以熱理 我看到你進步 第五 就是在教會侍奉的時候 可以互相配搭合作 一起合作的時候 更加有效 比如帶到人信耶穌 有其他人一起幫他成長 又幫助他進入不同的侍奉 又幫助他處理生命 輔導他各樣方面 都可以一起配搭 第六 教會侍奉 比較個人的侍奉 更加有效 為什麼呢 因為當人集體一起幫助的時候 效果更加強 就算帶他信耶穌 有不同的人去分享耶穌的美好 他更加有動力去信耶穌 第七 有很多事工一定需要集體工作 一起合作 例如主一學 接待人 接待跟著有招呼他們 幫助他們 跟進他們 探訪 敬拜隊 行政 這些都是需要集體來侍奉的 所以 教會一起 特影節目一起侍奉 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 第一點 雖然在末世有很多人軟弱和跌倒 我們是需要和教會一起合作 來堅固人的靈命 首先 就是我們見到人有軟弱的 我們就會和教會頂子們一起配搭 一起合作 我們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在末後的日子有很多迫迫的 在馬太二十四章開始 耶穌說到聖殿的石頭 每一塊留在另一塊上面 那些門徒就很害怕 問他什麼時候發生 以及世界末了什麼時候發生 耶穌就說 首先有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還有很多饑荒地震 在勞家呼音也說到 將會有擾亂 瘟疫 都說到這個世界很多災難發生 然後下一個是什麼呢 馬太二十四章第九節 開始就說到 因為基督徒會受迫迫 人要將你陷在患難裏 又要殺害基督徒 你們要為我名備萬民行戶 這裡說到 原來災難的開始 就是基督徒受迫迫 我希望基督徒不要怕 不要說 哎呀怎麼辦 我們怎樣可以面對這些困難 被殺害 我們希望大家相信一件事 就是神是掌權的 其實大災難很重要 我們知道其實是神開始的 有很多人覺得不是 但是聖經很清楚說到 說到這個七印的時候 是公陽配開這個七印的 然後說到七號七雷七腕 都是天事開始的 所以就告訴我們 其實在啟示錄講到大災難 所有的災難都是神開始 神開始有什麼目的呢 就讓基督徒只能夠倚靠神 不能夠靠自己的財富 不能夠靠自己的力量 只能夠完全倚靠神 那時候神的目的 不是要令到基督徒很慘 而是令到基督徒在那時候 單單倚靠神 他就更加有能力 因為當人倚靠金錢 倚靠自己的財幹的時候 他們就不能夠完全重神得力 但是當他什麼都不能夠倚靠 只是倚靠神的時候 反而神能夠做更大的工作 因為他單單是仰望神 單單去親近神的時候 更加重神得力 所以在末後的災難的時候 反而是基督徒 雖然受迫霸 反而基督徒更加強的 所以在初期教會他們受迫霸的時候 他們更加勇敢 我們知道有些國家 基督徒受迫霸 反而他們更加強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正面的心態去想 就是大災難是神所知道 神所預備 叫世上的人看得到這個世界要過去 一方面給世界一個訊息 就是這個世界會過去 這個世界不能夠再依靠這個世界的各樣的東西 平順、繁榮穩定 這個世界將來什麼都沒有了 那些人就會去思考 有些人會去思考 到底人身為了什麼呢 基督徒在這個時候可以告訴他們 真的有個真神 這個災難只是一段短的時間 然後耶穌就會回來 我們就可以永遠跟神一起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懼怕大災難 反而我們會說 在大災難的時候 是我們更加得力的時候 而我覺得很大可能 基督徒的復興 其實是很大可能 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反而是更加依靠神 有更強的復興 所以我們雖然看到會受迫霸被殺害 但是我們不懼怕 雖然會有基督徒被殺害 但是他們被殺害其實是神 是會欣賞和祝福祂 在祂被傷害的時候 祂會經歷到神的同在 加力給祂 讓祂全心依靠神 神在那時候會透祂說話 能夠榮耀神 說的話可能會帶到更多人信耶穌 或者讓人看到神的真實性 大災難其實是更加彰顯神的榮耀 亦都叫世人有一部分在那時候 悔改他們會尋找永恆的神 而不只是尋找世上的平安 好了 很多人會陷害我們 第十節說到有很多人跌倒 又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在末後日子的時候 很多基督徒跌倒 他們本來是說信耶穌 或者參加教會 但是他們跌倒之後 他們居然會陷害其他基督徒 會恨戶其他基督徒 這就告訴我們 這些人跟神的關係很有問題 所以在大災難未開始的時候 基督徒很重要的是 我們建立其他基督徒的信心 跟神 建立他們跟神的關係 讓他們滿有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讓他們將來不會跌倒 和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幫助 更多基督徒暫立得穩 好了 第十一節說到 且有好色假先知 喜來迷惑多人 其實現在網上都有很多的教導 很多時候沒有什麼用聖經 只是說很多不同的理論 其實也有些理論是違反聖經的 所以我們要分辨 不要看到網上說的 說基督徒一定是對的 不是一定是對的 我們一定要用聖經來分辨 子恩不法的事 增多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 就是因為很多不法的事 很多罪惡 所以很多基督徒 他們的愛心就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就是說我們一直堅持信耶穌 到底就必然得救 好了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給我們力量 就是一定是聖經 我們一定是多些讀 深信和應用聖經 不是只是 有些人查經常查 查了聖經很多 不過他沒有行出來 那時候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在義塞書五十五章十一節裡說 我口所出的華 有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法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這要講到就是說 神會發出他的華語去成就 他要做的工作 神的話語是滿有能力 會成就神的工作的 而神的話語給我們很多應許 讓我們知道神真的跟我們一起 神真的加力給我們 神陪伴我們 神應許我們聽神話 神一定祝福的 神一定加力的 神的心就會平安、喜樂、興省 在左下角有一本聖經 就是我用的其中一本聖經 我讀的時候我會記錄聖經 其實我幾本聖經已經記錄過 由我初信一本聖經 一路後來不同的聖經我都會記錄 就會寫一些重點的字 有幾點 一、二、三、四 或者有前因後果寫的箭嘴 或者有不同顏色 我曾經用了三個顏色 一個就是 紅色好像耶穌的補血 就是神的恩典和救恩 藍色相反就是罪 和罪的懲罰和警告 綠色就好像樹葉長大 就是基督徒應該做的事 遵從的戒命 這些都是我們從聖經裡面去分辨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神為什麼用恩典 推動我們去遵從神的話語 也都有聖經的警告 不過我們基督徒的動力 主要是來自神的恩典的 主要不是來自警告 基督徒不是經常說 哎呀如果我不遵從神 就要落地獄 我們生命沒有遵從神 沒有行神那裡就會落地獄 我們不是靠遵從神得救 我再說一次 我們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信靠耶穌的人 是一定會遵從神的 如果完全沒有遵從神 唯獨遵從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夠進去天國的 完全沒有遵從神是可以不得救 但我們不是經常這樣擔心 而是說我深信耶穌愛我 赦免我的罪 我承認我的罪 我願意跟從耶穌 我肯定我自己得救 我做的每一件事 為耶穌做 神都會歡喜 這個歡喜的心來跟從神 而不是一個受壓 很慘很慘的心來跟從神 而是一個喜狼的心來跟從神 不過我們內心也有個警告 一個提醒 就是我們在罪中會帶來很大的破壞 所以我們就留意不要犯罪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怎樣從神得力 很重要就是親近神 耶穌在福音15章5節說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亦都常在它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你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第六節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雕在我面 枯乾 人拾起來 榮在火裏燒了 這要說到耶穌就是葡萄樹 時時在耶穌裏面的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耶穌就是時時在他裏面 因為耶穌就是充滿生命 充滿能力的 任何人住在他裏面 都會充滿生命的果子 自然就會有平安喜樂 大家想回你初信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動力離開罪 發覺我生氣人是不對的 我講謊是不對的 我得罪人是不對的 我罵人是不對的 就會在心裏面悔慨 就會有動力去改革 但是有些基督徒 他們就慢慢軟弱 小親近神的動力就弱了 而且他又看到其他基督徒都這麽軟弱 他就以為這個是可以接受的模式 跟著他的樣式留在罪中 他慢慢失去了聖靈的感動 這是很危險的 當我們有耶穌 耶穌在裡面就會推動我們 激勵我們去尊重神 當我們時時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會一定在我們裡面 告訴我們耶穌是很歡喜我們親近祂的 祂一定回應的 我們真心親近祂 祂一定回應 祂回應的時候 一定叫我們結果子 而那些沒有親近神的人 他就好像枝子叼在外面 枯乾 就好像樹枝乾了 就丟在火裡 這個當然就不是說到天堂 而是說到地獄 所以我們一定要幫助人 學習如何去親近神 而我們親近神很重要 不只是祈求 很多人親近神祈禱就是祈禱 我自己身體得意志 家庭各樣都很好 快點結婚 賺多點錢 不過我們祈禱不只是祈求 很重要就是我們常在耶穌裡面 時時在耶穌裡面 時時跟祂有關係 時時感謝祂、讚你祂 以神為樂 我們就有力量了 想到神的一切美事 我們就感謝神 所以我們的祖告應該很多是敬拜、讚美 耶穌說到的 你不要用很多重複話 以為用很多重複話 必忘誰聽 誰聽 就是好像你求不同的東西 你不用說很多重複話 當你祈求的時候 你講一次神已經知道 反而聖經說 什麼人可以得到神所應許 就是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切就加給我們了 就是我們關心神的天國 多些人相信耶穌 讓神在我們心中作王 天國就臨到我們的心中 臨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這就是先求神的國 當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義的一切 就加給我們了 聖經也講到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恩典 所以這裡就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愛神 反而神就將更多封誠的恩典 賜給我們 不是經常祈求 我們和神的關係 主要不是祈求 我們好像詩篇更多去讚美神 感激神 歡喜神 以神為樂 以及關心天國的事 在約翰福音四章二十三節 那裡講到 真正拜父的人 是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因為父要者的人拜祂 要在原文翻譯做英文是seek 尋找 就是天父是找一些 用心靈誠實敬拜祂的人 神是找一些這樣的人 這些人是怎樣的呢 下面有講到 心靈就是整個靈與魂 魂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整個思想都是說 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美善的 聖經是最對的 我聽完耶穌說 這個就是思想的改變 有些人呢 在心中經常都埋怨神 神都沒有把這些好東西給我 神好像不記得我 這些就是 他不覺得神是最好的 我們應該學習 數算神的恩典 看神怎樣拯救我們 在我們心中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加力量給我們 賜平安喜樂給我們 保護我們 帶領使用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祝福更多人 這些都是神為我們預備的 我們就感謝神 神真是好 走向神的路最好 這就是思想 認同聖經 認同神是最好的 然後就是意志 我決意跟上神 我決意將生命交給主 就算是抹下日子 有迫伯有災難 我也不怕 而第三就是感情 我們會跟人 甚至跟狗 甚至跟我們有的物件 都會有感情 何況我們的神 我們更加應該說 神啊你真是好 我真是歡喜你 我真是喜悦你 神是最好的 這就是建立跟神的感情 當一個人 他的整個思想 認同神 意志是決意跟從神 還有他的感情就是 我喜悦神 我歡喜神 這樣的時候 他已經跟神的關係 非常之密切 然後呢 靈就是煩在我裏面 都清重他的聖名 就是煩在我裏面 我整個靈與魂 整個人 全然 清重神的名 這個就是說 當我們的思想 意志感情都起越神 就整個靈魂 全心全意去感激神 這樣的祈禱敬拜 是很容易帶來神的祝福 在我自己 當我這樣親近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整個心靈感情神 隨時的喜樂是湧流的 隨時感受到神的能力 還有時事被激勵去跟從神的 我希望大家 時事都在這種神的同在之中 這個是我們需要幫助人 尤其將來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需要神這個額外的能力 因為那時候可能被迫白 可能被人打被人監禁 如果我們被人打被人監禁的時候 我們學習時事愛武神 隨時得力 隨時隨地有神的同在 神的力量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算被迫白被打 我們都有神的同在加力給我們 我希望大家都自己學習 怎樣用心靈誠實敬拜 也都訓練人怎樣用心靈誠實敬拜 讓他們自己隨時隨地祈禱 都可以經歷神的同在 另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以耶和華為樂 詩篇37篇第4節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耶和華為樂 要使你成家在地的高處 就是當我們以神為樂 神叫我們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能夠在這個地上 大大的祝福人 被神大大使用 是行在高處的 不是行在死飲休谷的 而是行在神的高處的 原來以神為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早到晚可以這樣 多謝天父 神給我們一切真好 就算呼吸都這麼舒服 大家試試深呼吸 真是很舒服的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神所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好的 我們就以神為樂 神就歡喜了 這都是我們幫助人 學習怎樣跟神建立一個心的關係 第二點我們的侍奉 雖然很多人灰心 就算教會也有些人灰心 有些人是會情緒有問題 不開心 有煩惱 有家庭的打架 吵架各樣的問題 我們在教會學習 建立人在主中的盼望 和平安喜樂 其實在教會有一個機會操練 就是我們見到一些人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關心他 我們不要馬上去教導 我們去聆聽他 知道他有不開心 知道他有煩惱 知道他有受傷害 我們就聆聽他 關心他 我知道你很受傷害 然後我們就引導他 去從神得力 怎樣得到主耶穌的幫助 這就是輔導了 就是聆聽 關心他 接納他 然後引導不只教他怎樣做 而是引導問他 你在困難之中 你想不想得到 你在困難之中 你不開心 激氣 你覺得怎樣 你想不脫離這種困難 譬如說 很煩 你覺得這件事 煩惱怎樣影響你 有否影響你睡覺 你想不脫離這些煩惱呢 即是我們首先問他 了解他的情況 他了解他的情況 他覺得想不想改善呢 然後你有沒有試過 什麼方法改善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到 他說我試過 但是做不到 我們就可以問他了 那你想不想試一下 一些方法去親近神 我分享給你聽 為什麼親近神可以得力呢 那你想不想做呢 你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去讚美神 感謝神 歡喜神以至得力呢 那這就是一個輔導 引導他去行神的路 那首先呢 我們幫助人有盼望呢 很重要就是知道 神是有一切的恩典 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歷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一節 那裡說 耶穌說 尊大能力榮耀強盛 威嚴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即是所有世上一切的能力 一切的尊貴榮耀都是屬於神的 所有天上地下 地下所有的國家 所有的房屋 所有的街道 所有這些財富 都是屬於神的 國度也是你的 神的國度 和地上的國度 都是屬於神的 並且你為至高 是萬有之手 你豐富尊榮 都從你而來的 你都自理賣物 所有賣物都是你管理的 雖然很多人聽話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問題 但依然他們在神的手下 在你手裡有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 都出於你 就是令到人尊大強盛 都是出於神的 所以是神能夠將最好的給我們 為何基督徒有盼望 不是因為我們銀行有多少錢 因為銀行有多少錢 一場病可以完全消失 任何你所有的事情 可以一場病 或者有些事情發生 可以什麼都消失 但是神是能夠 刺各樣陰簾給人的 當我們聽神的話 親近神 遵從神的時候 侍奉神的時候 神歡喜 祂就將我們需要的賜 給我們 將我們需要的賜 給我們機會去侍奉 好了 我們講一講 普通人他們住在世界 他們會有的失望 和住在神的分別 其實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普通人真的很失望 很困難 而當人住在世界的時候 他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他會帶來疏遠神 他就盼望這個世界太平 經濟繁榮 他只是希望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太平 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太平 讓我們有多些機會傳人福音 但是呢 這件事不在我們的手中 我們有多少日子 我們傳人福音 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就可以做 但是當這個世界沒有太平的時候 我們都說 神啊 你有你的方法 你有你的計劃 我總之聽你說 神一定會祝福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世界 經濟繁榮 但如果當這個世界沒有的時候 我們都依靠神 神都依然可以供應我們 其實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有很多人的經濟都很有問題 我們就仰望我們的神 神啊 你是凡事都能的 我們先求你的國 和你的義 這一切會加給我們的 那些人希望世界明天會更好 希望是 不過似乎不是 因為世界越來越多鬥爭 越來越多問題 其實世界並不是更加好的 根據聖經講 在末後日子是更加多問題的 還有很多人希望是 自己心想事成 這是世人注目的地方 這樣的時候就會失望 而很多基督徒都注目在事上 他們就會失望 經常說 我的家人啊 他們賺錢賺不到 他們吵架 又不結婚 又不生孩子 就經常注目在世上的事 結婚生孩子不是錯 是好的 當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而注目不只是注目在結婚生子 而是怎樣有一個熟神的家庭去榮儀神 好了 當人注目在神的時候 就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就從神得力了 並且毀身進入神的計劃 去傳人福音 建入人的靈命 又不怕受苦 這樣的時候 他就在任何環境都看到神的恩典 就算是最困難的時候 我自己想像有一天 可能受迫白 可能大災難來到 我們受迫白 可能呢 不能夠容易得到食物 需要倚靠神 神啊 你供應我們 神用奇異的方法 來供應我們的食物 或者甚至呢 我們不用吃東西 神可以維持我們的生命 好像摩西上西 四十咬夜 不用吃 不用喝 神可以用這種方法去供應我們 但是我們就說 神啊 在這個時候 雖然我們有困難 我們依靠你 但是呢 我們越看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就學習去看神的恩典 好了 第三點了 第三點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基督徒 他們會傳福音 因為傳福音 就覺得沒有效 或者呢 他們想建立人的靈命 他覺得人家不肯 他們就停止了 那教會呢 就是一個操練傳福音 和人建立靈命的地方 因為教會裡面呢 總有一些新人來的 有時候有些人帶一些新人來 我們可以關心他的 我們不要只想著 牧師會做的 傳導人會做的 那些成熟基督徒會做的 我們都可以有份做的 我們都可以關心他們 而且不重要的 多些人關心都不重要的 那有些人信耶穌 我們都繼續關心他 幫他怎樣成長 這個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教會有個機會 給我們機會去操練 去傳福音 和建立靈命的 在馬太28章18節 開始講到大使命 而講到大使命的時候 首先呢 耶穌是講到他有的權兵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兵 都自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去使賣民 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目了 那這裡講到呢 就是耶穌呢 天上地下的權兵都有 我們發覺呢 在四福音講到大使命呢 都有講到耶穌的權兵能力 和聖靈的能力和神跡其事 而這裡呢 就講到就是呢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兵 都賜給耶穌了 耶穌有天上地下的權兵 你就去吧 我有這個權兵 你就去吧 去拯救那些靈魂 使蠻民做我的門徒 不只是做信徒 是門徒 就是學生 做耶穌的學生 跟從耶穌 學習耶穌生命的方式 並以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就是講到呢 是建立他們的靈命 耶穌吩咐我們做的 我們都教訓他們 吩咐他們 訓練他們去做 讓他們能夠走到神的路 然後耶穌有個應許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門票 這裡呢 兩樣的恩典 第一就是耶穌有天上地下的權兵 第二呢 當我們全人福音 和建立人的靈命 教導他們遵守耶穌所吩咐的呢 他就常與我們同在 就會加力給我們 帶領我們 祝福我們 這就是大使命 我們有機會去傳呼音的時候 神是一定歡喜的 神就和我們一起祝福我們 而馬克福剛剛講到大使命的時候 在十六章十五節開始講到 李梅莽普天下去傳呼音給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又第十七節那裏就說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的名趕鬼 說身謊言 手能拿成藥 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二十節那裏就說 這裏就答應我們 信的人有神職除了 那有些人就說 為何我們沒有神職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很多人都不相信有神職會 其實聖經多次講到是有神職的 在高林多前書十二章講到有各樣神職的恩慈 保羅講完這些恩慈 又講到醫病先知的恩慈 辯別諸靈的恩慈 說方言翻方言的恩慈 有知識言語智慧言語的恩慈 保羅並沒有說這些會停止的 保羅是沒有說會停止的 而馬克福音這裏也都講到 你們往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 說到整個傳福音的過程 你們信的人都有神職除了 所以聖經並沒有說神職是會停止的 信的人都會有神職跟著我們 是甚麼神職呢 就是奉耶穌的名可以趕跪 我自己和人說邪靈很多次 在我未聖經充滿之前 我沒有這個經驗 但在我聖經充滿之後 和人祈禱就發覺有些人 不是個個有 是有些人 少數人是真的有邪靈的 尤其是那些契了觀音 契了黃大仙 接觸道教或者其他異教的人 他們是可以有邪靈在他們身上的 我試過和人說邪靈的時候 他變成像獅子般敲叫 也有些人發瘋、失控 但趕完邪靈之後 整個人就鬆了 整個人可以平安喜樂 有一個甚至說 當他真的肯聽耶穌的話的時候 他馬上鬆了 他見到天使在上高拍掌 他就很開心很開心 原來神是很喜悅我們 聽祂的話的時候 我們多親近神 我們就有權兵去趕邪靈的 這裏說到 首能拿蛇若渴 要甚多毒物也逼不受害 這裏所說的 應該不是我們平日去做的 而是我們受迫迫的時候 人們把我們丟去蛇蝦 我們就可以親近神 神啊你保守我們 這些蛇都不咬我的 或者人們逼我們喝毒物 神啊你保守我 保守我 喝了毒物也不會受害的 然後呢 守暗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這裏告訴我們 基督徒是有權命為人按手 耶穌的心意是 所有基督徒都為人按手祈禱的 不過 因為有些人 他仍然有邪靈 他不應該為人按手祈禱 為什麼呢 因為邪靈都是出自神的 是神創造的天使 代落變為邪靈 所以 他是來源都是來自聖靈 他跟聖靈有類似的地方 就是可以透過接觸傳遞 聖靈可以透過接觸傳遞 但是守暗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還有呢 聖經有說到 歇狼傳有說到 按手祈禱 就被聖靈充滿 其實在《新明記》也有說到 波西為約書 按手智慧的靈 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在《提安帝後書》第一章說到 保羅說 你從前值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 也都說到 值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所以聖經是有不同的地方 說到按手祈禱 是可以傳遞聖靈和聖靈的工作的 但是因為 邪靈都是來自聖靈創造的天使 墮落之後變成邪靈 所以他也有類似的質素 他沒有類似的質素就是 他沒有起落平安 他不會自給人起落平安之序 信靠耶穌的心 邪靈是會叫人離開神的 不過有類似的地方 就是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 所以有些異教也有按手 但是一個行神的路的人 遵從神 親近神 依靠神 被聖靈充滿的人 他不會是邪靈充滿的 他按手的時候 聖靈就會臨到這個人身上 祝福他 不過這個人 以後也都需要親近神 然後他才能夠領受到聖靈所賜給他的恩賜 在1998年的時候 安卡羅布道家 在阿根廷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為我按手祈禱 有很大的能力 好像電流進入我裡面 同時很大的愛充滿我 感動到不得了哭了很久 我就說 我不知道原來跟神關係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我之後就很多祈禱 後來就經歷神的喜樂 一祈禱就有喜樂臨在 還有為人祈禱 有趕邪靈 也有很多病得醫治 大家上網YouTube找葉牧師 你會看到 有不同的人 趕邪靈和病得醫治的見證 就是我們 當我們親近神 處理生命的時候 我們可以為人祝福 但如果那些仍然有邪靈的 或者他的罪 或者是他的情緒 很有嚴重問題 他就不要和人按手 他就先處理生命 然後處理好了 他才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神的心意是所有人 所以他說 信的人必有神職 就是個個信他的人 都可以手按病人 病人就可以好了 然後二十節那裡講到 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職除了正實所存的道 原來我們侍奉的時候 是需要神的同工 神同工的時候 會有神職歧視 來正實所存的道 我們需要神徒一起做工 令到人帶領人信耶穌 我們需要訓練人 能夠為人祈禱病得醫治 以及帶領他信耶穌 帶領他靈命更新 亦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散喜樂 更新他的生命 他們為人祈禱之後 可以問他 請問你在祈禱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經歷 有些人就會開始有平安興散 有些人甚至有喜樂 有能力 有病得醫治 有覺得身體舒服的 我們就告訴他 聖經都說了 你這樣經歷是神的作為 你想信耶穌 或者他已經信耶穌 你想信靠耶穌 聽耶穌說 靈命更新 去侍奉神 我們可以使用輔導 我早點說過輔導 就是引導人 你在這個困難 你想得到幫助 想不想脫離這些困難 你現在覺得 在情緒之中 你覺得辛苦不辛苦 你睡覺有問題 辛苦不辛苦 你怎樣可以得到幫助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譬如他試過一些好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稱讚他 你這樣做是好的 但你想要有更多方法 可以幫助你 我們就可以介紹 怎樣親人神 怎樣看聖經 怎樣處理生命 然後得到神各人的祝福 這就是輔導 輔導和教徒的分別 就是輔導引導他 用問題問他 你想不想得到幫助 你怎樣可以得到幫助 你在這個情況下 想想脫離這些困難 亦都可以透過按手祈禱 或者是集體敬拜討告 亦都可以經歷聖靈 要來幫助我們傳呼聲 和建立靈命 這幾幅圖 都是我為人們祈禱的時候 他們經歷很大的能力 然後他們在網上有分享 好了 第四點 我們最後的大點 就是為了 為了教會裏面 預備人面對將來的迫白 這件事是我們不能逃避的 是耶穌說的 耶穌說了 當這個世界有很多災難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 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面 並且要殺去你們 你們要為我名備萬民恨戶 那時哪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這已經是有廣道 是真的會發生的 還有有離道反教的事 所以我們基督徒學習 如何從神得力 如何站立得穩 在《勞加福音》21章10節 亦都說到末日的先兆 這裏跟馬太24章說了一些 是馬太24章沒有說的 那裏就說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饑荒 瘟疫 在這裏多了一樣就是瘟疫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疫情 將來會更加嚴重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 從天上顯現 這裏是馬太福音 遲些說到的 日頭變黑 月亮變紅 這裏是說到這些先兆 在這裏就說到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 這裏所說的 可能不單止是說到日頭和月亮變黑 月亮變紅 而是很可能是說到邪靈 在這個天空裏所行的那些假神跡 然後他說 但者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著這裏 這裏所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最後那些天上的異象 這些假神跡 魔鬼的假神跡 例如在第五號 第五號是開毛底坑 然後有很多蝗蟲飛出來 那些蝗蟲全部都是咬那些 沒有神印記的人 這些都是一些可怕的異象 從地那裏走出來 從毛底坑走出來 所以在那時候開始有很多邪靈的作為 在這些事情之前 即是說這個大災難的 這些天上的異象之前 在這個大災難之前 或者大災難的早期 就會有人會抓我們 迫白我們 所以我們就看到 耶穌所說的是一些普遍的末日災難 就是地震、飢荒、瘟疫和戰爭 接著就是基督徒被迫白 然後之後 後來就有這些天上的異象和大神跡 好了 耶穌接著說到什麼呢 他說迫白你們 將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名 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 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數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 所敵不住 博不倒的 這裡就說到 耶穌會賜給我們口才智慧 能夠說的話 那些敵人不能夠敵得住 我們不需要想定說什麼 即是說這個 基督徒在末後的日子 我們需要首先相信 災難 在災難之中 神會紀念 神會陪伴 神也會賞賜 神也會賞賜 賜給我們有力量 有喜樂 有平安 也賜給我們永恆的賞賜 為二壽彼伯的人是有福的 他們的賞賜是大的 所以為二壽彼伯是 真是一個福氣來的 而在受彼伯的時候 耶穌會和我們一起 祂會和我們說話 賜給我們口才智慧 讓我們能夠抵擋敵人所說的話 在那時候 想都想不到的說話 神會叫我們說出來 可能說出這些說話 令到敵人都心裡軟化 或者敵人說 你真是有神的同在 你真不是普通人 因為普通人不能夠說出這些說話 所以基督徒是需要學習 如何聆聽聖靈的聲音 在路教福音十二章十二節也有說到 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即是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在大災難的時期 聖靈會指教我們 首先就是受審的時候 說話 耶穌就說到 賜給我們口才智慧 令到敵人敵不住的 駁不倒的 另一方面 就是很大可能帶領我們如何得到保護和供應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聖靈有說到 在大災難的時候 敵基督是會殺基督徒 並且要拜敵基督 要受受印記 如果不受受印記 是不可以做買賣的 這樣的時候 基督徒很快被殺 很快大災難 再沒有基督徒存在 但是我們看到 在大災難 在啟斯龍說到 一直都有說到聖徒 聖徒不只是說到 有說到猶太人 其實聖經裡面有說到 聖徒是包括外邦的基督徒 所以 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是會保護我們 神會可能說 你向這個地方逃走 或者神會甚至 叫那些被監禁了基督徒 能夠走出那個監牢 神可以用這個方法 叫我們走出這個監牢 叫我們能夠得到保護 以及得到供應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食物沒有水 今天很快會死 但是神會有方法 令到我們找到食物找到水 神為我們預備 或者好像摩西上西那山 四十咒夜不用吃不用喝 神就供應我們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能力得力 所以我們基督徒需要學習 跟神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在現在開始多去自己建立 和操練幫助人 幫助人去親近神 這就是在教會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事物 可以在弟兄姐妹一起多些親近神 多些讚美神 多些享受神 感謝天父讚美天父 我有一個祈禱的錄音 如果大家想要 你可以跟我說 在我所有的YouTube 和Facebook 你都看到我的電話 你會看到我的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或者用WhatsApp問我 我就可以傳給你 很多資料 很多文件都可以傳給你 可以幫助大家 如何親近神得力 如何時時享受神 如何去訓練別人 這些都是侍奉來的 我們能夠建立周圍的人 有時候可能你在家中 照顧你的子女 你就在那裡訓練他們 如何去親近神 我們需要在這個時候 去建立他們 不是等到大災難的時候 已經是很前 那時候很多人 沒有準備好他們 就會跌倒 大規模的基督徒跌倒 所以我們基督徒 需要更加肝強壯膽 在這個末後的時候 很重要爭取事奉 和教會一起聚集 就是教會有人需要 我們就幫助他 有人來到教堂 我們就一起去幫助他 一起建立他 並且弟兄姐妹 彼此相愛 互相關心 不要彼此批評 有見到不好的地方 我們直接跟他說 用柔和的方法去處理 就不是去批評 這樣的時候 教會就合一了 好了 我們多些操練聆聽聖靈的聲音 有些人說 我聽不到聖靈的聲音 我告訴大家 每一個真信耶穌 一定聽到聖靈的聲音 第一種聲音是什麼呢 我們犯罪 聖靈會感動我們悔改 和離開罪 我們犯罪會覺得很不舒服 這就是聖靈的聲音 提醒我們不要犯罪 我們需要悔改 並且離開罪 譬如有個人 他一直說謊 聖靈就會提醒他 說真話 他不說真話的時候 他會一直覺得不舒服 直到他說真話的時候 他心裏就平安了 或者他一直生氣 聖靈會感動他 不要再生氣 去搖鼠人 去祝福人 他不肯做的時候 聖靈一直令他不舒服 令他最後悔改 但聖靈是用很柔和的方法 去感動我們 另外當我們看聖經 和聽道的時候 聖靈都會跟我們說說話 所以我們就回應聖經 都是聖靈的工作 我們思想聖經 比如說 勞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動我自己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們看到這個經文 我們就說 我有沒有得安息呢 為什麼我沒有安息呢 我們就思想這個經文 神 你賜給我平安 興散 你教我怎樣親人 你放下淡子 可以得到興散 這都是聖靈感動我們 將聖經的話語實行出來 聖靈會帶領我們遵從神 和侍奉神 有時神就帶領我們 你搖書這個人 向這個人傳呼音 這些都是聖靈的聲音 當我們越多聆聽聖靈的聲音 神就會給我們很多不同的意念 而我自己 神給我很多教導 都是聖靈提醒我的 有時我預備講道的時候 神給我 有時我講的時候 神給我 有時我睡醒的時候 神給我 有時我正在睡覺 發牧 神給我一些教導都有 神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將祂的意念給我們 我們留意 我們的心裡平穩安靜 我們就會留意到聖靈的聲音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預備 而我們將來 見到耶穌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耶穌這樣跟我們說 馬太二五章有一節 主人說 好,你者有良善有忠心的牧人 你在不當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這就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就是 我們每個基督徒都是良善有忠心 良善就是 生命都是充滿愛的 關心的 柔和的 謙卑的 不是驕傲 不是容易發脾氣的 是時時想祝福人的 這是生命的質素 然後忠心就是 忠心做神所吩咐的事 忠心遵從神 和忠心侍奉神 這些都是神想我們做的 神就會喜歡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享受主人的快樂 有永恆的賞賜 小學的時候 你如果考試考得好 有時候會送給你一些禮物 在小學的時候送的禮物 都是比較少的 在我們的時代 現在這個時代可能不同 在我們的時代 可能會送一單元筆 送一些策子教 送個元筆盒 這些小小的禮物 但是神不是送元筆盒給你 神是送一些很大的禮物 神送得給我們 都一定最好的禮物 所以我希望大家 神我做什麼事你都歡喜 我就樂意去侍奉你 你一定會歡喜 你一定會欣賞 你一定會賞賜的 我們總括回到這次所說的四點 就是怎樣在個人和教會事務 第一雖然很多人軟弱跌倒 我們跟教會一起堅固人的靈命 首先我們自己見到哪個人 我們就堅固他的靈命 你都跟弟兄姊妹一起 有時候我們幫到人之後 我們就跟他講 不如我們都可以幫這個人 我們為這個人祈禱 關心他 跟他一起查經 一起建立他 這時候我們就在教會 有很多機會堅固人的靈命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有機會操練 操練了之後 就可以在教會以外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都可以在教會裡面 回到教堂 不要只想著今天去聽道 而是早點來到 跟弟兄姊妹溝通一下 關心他們 為他們討告 來有機會去探訪他們 去幫助他們 總是想到回到教堂去祝福別人 完了之後 亦都跟弟兄姊妹關心 跟他們聊天 幫助他們 我以前初信的時候 我回到教堂已經是這樣的 神就感動我 早點回去幫助別人 完了之後 我又跟別人一起去聊天 陪著他回家 然後我再回家 我現在來說 我回到教堂 我見到別人 我一定是跟他聊天 一定是幫他的靈命 看他有什麼需要 問他祈禱 這都是我時時做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做 在教會有很多堅固人的靈命的機會 第二 就是有很多人灰心失望 尤其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怎樣幫助他 有盼望有力量 這就是神所起業的 第三 有很多人已經停止全福音 或者建立靈命 首先我們自己堅定去做 並且鼓勵人去做 和人一起去做 有機會去做 而第四 我們都在教會預備人 面對將來的迫伯 這個迫伯可能隨時來到 我們不知什麼時候會來到 我們需要預備更多人 不怕迫伯 靠耶穌站立得穩 求主保守我們 真是說 神啊 你給我們機會去服侍是有福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服侍是神喜悅的 神就會祝福我們 陪伴我們 加力給我們 叫我們活得喜樂 興省有力量 並且有永恆的賞賜 所以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神很想在門口興起精兵 你願意成為精兵 被神大大使用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 求我們得力 從神得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啊 你真好啊 神啊 你是生命的源頭 在你裏面有封城的生命 所有親近你的人 都有封城的生命 主要當我們有這個生命 在我們裏頭發動的時候 我們有這種愛心 神所設給我們的愛心 關心人的心 神啊 求你幫助我們 激勵我們的心 願意去服侍你 不單止是個人服侍 神也都在教會事奉 我們在教會裏面 和弟弟姊妹一起去事奉 也都參與教會裏面不同的事奉 的事工 一起去主學 在夏令營 在茶經班 在接待 探訪 或者在行政工作上 一起參與來服侍你 是你所喜悅的 神你所紀念的 就是我們傳一個歡喜神的心 去事奉 神是歡喜的 求主幫助我們 有一個輕省喜樂的心去事奉 去歡喜事奉 因為神必定歡喜 神必定祝福 神必定使用我們 神必定使用我們 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成為多型的祝福 主啊 我們需要你 我們感謝讚美你 多謝讚美你 求主賜給我們 服侍你的心 並且樂意事奉你 亦都呢 我們因為事奉你 而歡喜快樂 但同時我們有謙卑的心 因為我們知道 事奉的時候 我們總有罪污的 有時我們會有不耐煩 有時我們會埋怨 那些人沒有反應 我們求主 射滅我們這些罪污 讓我們在事奉裡 有些不耐煩 不信靠神明 我們都求主射滅我們 要我們在事奉的時候 是歡喜快樂的事奉 謙卑的事奉 是知道我們做的不是完美 不過神喜悅 我們是感激你的 多謝讚美你 求主保守我們每一個 都走神的路 去事奉神 這樣的時候 神是必然喜悅的 必定是今生祝福 來世得永生 今生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來世得到神很大的賞賜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請接受主的祝福 圓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愛 聖名的感動 常願我們每一個同在 賜給我們動力 無論我們去到哪裡都 侍奉神 在教會裡面 在教會外面 我們都參與侍奉 能夠支持教會的侍奉 讓更多人得著靈命的更生 得著改變 更多人能夠得救 榮耀主的聖名 主保守我們從今直到永遠 阿門 好可怕 來自從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